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艾丸小蜜蜜蜜,大家好 那麼今天玩我為大家帶來 淑女惡魔獸LV2挑戰的攻略 那這邊用打擊三分鐘速刷喔 這邊我們直接為大家講解一下這次的攻略解說 好,那在配置上面主要是帶水彈 可以減25%盾 除了之外你還要再帶這張卡片才可以 在一回合之內解掉25%盾喔 不然你就要把這張卡片換成無視中毒的妖精卡片 那再來帶一個解連擊盾的 跟可以把暗珠轉掉的固定版面 那總之我這個配置起來,我認為是最速刷的 在這邊就體驗給大家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進關為大家講解這個攻略 好,那首先第一關的部分是固定COMBO 那這隊直接內建無視喔,所以這邊隨便轉就行了 好,那今天來到第二關 這邊要照順序開喔 首先在開打擊,讓他敵人自己打自己 然後再開照順序把他開完,最後開水彈 然後這邊只要轉手銷六康 然後他天降會給你一大堆新珠 就會有7COMBO以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回合之內解決掉這個25%盾了 好,那今天來到第三關,在第三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不能手銷暗珠 那這邊我們開上這個固定的版面 那這樣就絕對不會有暗珠 而且不用轉珠,直接帶走就行了 好,那麼來到第二條血條 這裡首先我們先開 追打的角色,然後再開副隊長 怪彈的一個固定版面 那這邊一回合就可以帶走敵人 相當的快喔 好,那接下來來到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有兩隻小怪,一樣是固定六康 那這隊直接內建無事 所以手轉就可以直接帶走,完全沒有問題 好,那來到第五關 好,那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我們直接開打擊的二技能 不過要檢查看看版面上面是不是有五個屬性喔 五個屬性各一顆就可以了 因為打擊這邊是一消喔 那如果沒有五屬的珠子的話 你可以開龍科綠珠子也都可以喔 從這邊直接帶走沒有問題 接下來到第六關 在第六關的部分 一樣無視固定COMBO 我這邊要注意喔 轉珠最後要停在火焰地形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帶走他了 然後內建有無視燃燒 所以這邊直接轉就好了 那麼來到王關 王一的部分 會轉暗珠,不能消暗珠 不會轉暗珠,但是不能消暗珠 那這邊一樣是開 固定的版面 不用轉珠就直接帶走了 那麼來到第二關喔 這邊是唯一要轉珠的 敵方 敵方是8康以上喔 所以這隊的話 就直接手轉7COMBO 手消7COMBO 加上天降8 那就一定可以帶走他 不過這邊要記得留 加護符石 加護符石全部被消掉的話 是無法打到敵方的 不過其實你一回合沒打到敵方也沒關係 你就第二回合再打也都行 慢慢磨過去也都可以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LV2挑戰攻略啦 希望有幫到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看一下你的按鈕 以及按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訂閱你 讓我收藍卡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